今天是 10 月 29 號 文貴報平安直播 我說日子沒搞錯啊 10 月 29 號 這兩個顯示效果完全不一樣啊 咱們在郭媒體呢 我在這簡單的報平安直播一下 這個馬上我就在這兒 和多個朋友要開會 我是顧問啊 我是顧問啊 啊 獨立顧問 啊 這個剛成立的這個會啊 叫全球反CCP聯盟大會 這個都是我的好朋友 一會兒馬上先來的這兩三個人 在過去都是CCP的做上課 在中國啊有很大的生意和影響力 也是這個前國家領導人 和某錢金 某錢巨大基金的 啊 里邊的什麼總顧問 啊 擁有很多中國大的國有企業的股份 現在他也參加了啊 這是在兩天前我才知道 其中的這三人都參加了 我說怎麼回事 怎麼你仨也參加了呢 哎 但是他 呦 他就是參加了 你怎麼回事 啊 就是形勢變化太快 其中一個人啊 是和中國一個地產商 曾經有很大的項目合作 這個人啊 過去是堅決支持 台灣一定要和大陸之間 啊 要搞和平共處 或者說絕對不能獨立 就反台獨的堅定分子 那麼我在去年跟他見面的時候 我們倆吵了很多架啊 我說我也不支持台獨 但是我堅決反對統一 我說我是既不這個 我是反獨反統 但是我支持台灣自由民主 我要堅定的維護台灣現在的 生活現狀 民主現狀 這個哥們啊 講了一堆的道理 作為一個美國人 我很驚訝 他怎麼 懂那麼多台灣和大陸的事情 但是關鍵的他都不懂 原因很簡單 被洗腦了 後來我們多次的接觸 改變非常大 特別是在大概今年的四月份的時候 今年五月份的時候 他有個重大的轉變 他去了上整個大陸幾個省市 去了台灣 香港 東南亞 他轉了一圈 然後他回來以後 他在和美國這些 接觸的時候 他感覺不對勁了 他說過去 和美國的議員 參議員 在會面的時候 台灣這個問題啊 都是很敏感的 基本上說 咱們儘量地談正式場合 別談台灣的問題 談也是 標準的話 支持 我們是這個 五個聯合公報 中美聯合公報 然後呢 這個 支持中國統一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其他就不多說了 私下裏面說 如果共產黨打台灣怎麼辦 他們私下都說 肯定美國不參與 喊兩嗓子 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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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不參與 這是一個 桌子底下 就說了 美國絕對不會支持 也不會參與到 中共打台灣去 不會幫助台灣打中共 只是幫你吆喝 吆喝 裝上哪兒 基本就這情況 我這邊是亮是不是 但是 他回來以後 他現在發現了個巨大的變化 什麼變化 大家都公開的聊了 台灣如果一旦 CCP 共產黨要打台灣的時候 美國真的就不參與嗎 你想不參與 你就可以不參與嗎 不參與的代價是什麼嗎 大家可以聊這事兒 不再是那種官方語言了 包括接觸的人 這個包括 這人提前找到了 提前找到了 包括 包括 台灣 這個老百姓 哪有那麼多 持有美國護照的 包括台灣 有那麼多人在美國投資 美國在台灣投資 所以這些話題就談得 就是越來越深了 最後 這些人啊 慢慢都轉變了 為了維護美國的民主 為了維護美國的自由和法治 為了維護美國在二戰 犧牲幾千萬人換來的 國際新秩序 為了 維護台灣在台灣的美國人的利益 和國際上美國人的尊嚴 美國別無選擇 一旦開打 只要台灣人 只要是動手 開始說 我要 美國的這個幫助我們 請求支援 我們開打了 他們一定打 這個人 他現在已經提前到了 這個人 等未來我會適當地說出來 大家知道 這是美國過去軍火商老大 軍火商真正的老大 幾個大的軍火的電器 這個製造公司 他都是大股東 他帶了他兒子來的 剛才提前就到了 提前到了 提前到了 這個人 他在頭兩天給我說一句話 他要發起成立這個組織 成立的反共聯盟 邀請了三十幾位 其他世界各個國家的元首 和大的基金金融集團 而且當他知道 德克薩斯州開始 要發起議案 堅決反對任何 教育和美國的國家養老基金 和退口基金 投資中國的時候 他說他的馬上就會 在所有有關的上市公司 他會發起 反對任何人直接投資 中國共產黨 而且 他還接著要成立一個基金 專門拯救在海外被陷害的華人 西藏人和新疆人 這個老爺子 不簡單 行了 馬上要來了 我就 我就 我得趕快去 等著 接待他 現在 他又提前來了 他就要提前給我說一說 就說 我這個獨立顧問 他老發動 讓我來當這個 裏面的叫 CEO 就基金會的CEO 我說 我有一輩子不參與組織 一輩子 不參與任何的黨派 我說我只做獨立顧問 最後老人家就來了 從上天我去到家吃了這個飯 全家都在說服我 全家說服我 他的其中一個兒媳婦 是一個中國人 最喜歡的一個好萊塢演員 好萊塢演員 一直在說服我 我說你就是 給我金山銀山 給我什麼我都不會的 這是我的原則 我不會做的 但是這個組織等成立 公開宣佈以後 大家會知道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力量的組織 大家不用再猜 絕對是 這麼多來 多年來 是全世界上 最有權 最有錢 最有名的人 成立的一個反共組織 我可以給你保證 共產黨會嚇著尿褲子 睡不著覺 戰友們我就不多說了 本來還有其他幾個話題 我就不多說了 我最後說的是 大家千萬不要浪費一分一秒鐘 再和這些所謂的海外民運 和所謂的民主 這些鬥爭 別 受任何人的影響 什麼這會 那會 什麼台灣開大會呢 那算個啥 算個毛 毛都不算 他們那些人夾了一尊 都不如這些人 一根 鋼毛 大家都 看都別看 理都別理 他能幹啥呀 我們應該 冷靜地看待 我們下不開怎麼做 怎麼走 怎麼變成行動 像巴西 德國 接下來就馬上委內瑞拉 像剛剛發生的馬來西亞 接下來日本就開始反鋼了 你放心就開始反鋼了 俄羅斯也建有大動作 會上 會 啵啵啵的打臉 然後 接下來 歐洲的各國都有行動 加拿大昨天的行動 是多麼的 果敢 過兩天 咱談談加拿大 他們多 我一直說過過去 他們多少人 來給我 在這塊見面 他們非常的底調 很 非常認真地了解了一件一件事情 包括陳氏兄弟 加拿大的總理 對陳氏兄弟非常的關心 跟中方提醒過多次 中方非常傲慢無力 最後加拿大說 你們今天的傲慢 一定會付出代價 所以陳氏兄弟在戰鬥中 這才是我們的戰友 是我們的兄弟 未來我再給大家報告細節 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謝謝所有的